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basic physics的一些东西 那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大概了解 power跟energy的差别 那我们其实 这两个 这两个的那个quiteria 虽然说是同一件事情 power跟energy 但是在实际上面 我们pare power 我们不希望有很大的power 主要是我们在设计 power supply circuit的时候 必须要limit这个power 尤其是瞬间power的change等等 这是我们的concent 那energy基本上是 你做一件事情所花的功耗 对不对 那这个功耗 基本上你有这样的work要做 你基本上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花 需要花minimum这些功耗 但是有很多design的技巧 可以让energy可以降低 因为系统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功耗 这花在没在做工的时候 就是说不是contribute 在你需要做的事情上面 所以整个系统的功耗 会因为你所使用的一些design技巧 会降低 所以这些观念要记住 并不是说我要做这些事情 就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花这些功耗 主要系统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耗 一直在消耗掉 好我们要了解一下power跟energy 那然后我们大概了解一下dynamic power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主要就是两个因素 switching power跟show circuit power 那这个都是说当我这个circuit有在动作的时候 所产生的能量的消耗 那另外就是static或是所谓的leakage power 那这个是只要有三点 那不管有没有做事情 它就一直在消耗 就一直在消耗 那有下面这几类 substratial leakage gay leakage reverse biose junction leakage 跟gay induced drain leakage 那这几种leakage 随着process的演进 而会有不同的 会造成不同的contribution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它对应到的 这个降低功耗方法 我们在后面会再提到 好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power跟energy 我们首先来看这件事情 OK 这个power就是就是watt 那瓦数 也就是每秒所消耗的能量 那它是在某一个时间 所以power是 在一个时间点 所消耗的功耗 OK 那energy就是在一段时间 你对时间在做积分 做积分累积起来的功耗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average power 那就是把你消耗的功耗 再除以时间 那我们来再看整个系统 在运作的时候 有两种scenario 有两种scenario 一种scenario是这种 那个第一种这种curve的情形 这是你用第一种approach 所看它的那个power profile 那另外一个是第二个approach 第二个approach 你的power其实是降低 但是你需要做工的时间 时间去拉长 所以说虽然你达到低功耗 但只是系统其实是让得比较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你所花的energy energy就是下面的这个面积 所以你花的energy 可能功耗虽然降低了 power降低了 但是你花的energy其实是一样 甚至可能更多 甚至可能更多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我降低power的过程之中 那你很可能整个系统的performance 降低下来 但是也不见得会降低下来 因为你要再仔细去分析你的系统 那你的系统 所以你希望是怎么样 你可能希望你的power profile是 在你power supply提供的这个power的限制之内呢 我要很有效率的把事情赶快做完 那一旦做完之后呢 我这系统要赶快下单 要赶快下单 那这可能是比较low power的一个系统计算 那这个系统 shut down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单纯 因为你shut down 那个第一个我们等一下会不会看到 那他不是马上可以shut down 他中间有overhead 所以整个low power design 其实是有很多系统 以及实际circuit physics上面 中间design上面之间的 trade off 所以我们做low power design 一定要对系统的整个的这个power 就是他的这个work load 还有他的这个power profile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解 因为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个trade off 你get something 你就会lose something 是这样子 对low power design是对系统的这个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所以这个了解power跟energy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些source或power 大概就是这样子分类 所以我们分成了dynamic power跟static power 那么刚刚看到dynamic power呢 有分成switching switching基本上就是charge 你的capacitive loading 这是switching 那另外shut circuit呢 就是在你这个circuitswitching之间的时候呢 所谓show circuit就是从ddd 这是 之间有the red path 这叫做show circuit 所以当你我们知道cmos circuit 它有p跟n嘛 所以在它的这个settle的state 就是这两个transistor不会同时 一个on一个off 所以 所以它不会有dccurrent cmos所以low power就是它不会有dc 不像你这个dynamic circuit 或者是过去就是纯粹只有nmos nmos一端就是vdd嘛 所以当你turn on drive到low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dc在在吃 ok 那因为现在是这个cmos有p跟n 所以它不会通 所以它suppose没有dccurrent 但是它会发生在 当你在switching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show moment 很短的一段时间呢 会有dccurrent 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这个 这个show circuit 所以这属于dynamic部分 那steady部分呢 它有很多source 最主要的来源呢 在这两一项 我们刚刚列出了四项 ok 但最主要就是两项 就是一个就是substratial current substratial就是从这个dram端 到s端的 这个leakage current 另外一个就是gay aside 造成的leakage 那我们也会看到gay aside 怎么造成这些leakage 所以大概有 这四个 那我们主要有这四个tubes 好我们来看switching current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witch current怎么发生 就是当你这个low to high 这个transition的时候呢 pmost turn on的话 它会charging 它会charge这个外面的capacity low 那这capacity low 有很多来源 一个就是可能它所接到的gate 的capacitance 那有可能 另外就可能是这个wire wire之间coupling的 这个寄生电容 那这个gate呢 又跟什么 跟你的这个transistor side 好我们知道这个gate就是它的这个transistor的channel length 乘上这个transistor的wind OK 好那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这些都contribute到你这个外面的external capacity load 所以当你switching从low到high的时候就有vdd去charge这个外面的capacity load OK 好 那这个当你charge到到vdd的时候呢 这个pmost就就下到下到 所以你的这个energy呢就存在你的这个这个电容上面 所以在每次transition的时候呢你从vdd端来看它的这个power呢消耗是它的energy消耗就是capacity load乘上vdd square 然后存在这个电容里面的这个功耗呢是二分之一这个 这个loading乘上vdd square OK 那中间其实另外一半的power就消耗在这个transistor的这个resistor上面OK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那个消耗在你的这个shoulder recurrent 所以这一个energy呢大部分啊绝大部分 一半一半是在存在这个电容上面然后消耗在这个ptransistor pmost的transistor上面以及有一部分就是short circuit recurrent 好 知道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switching power 好 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 好 所以当你这个gay output rising的时候呢 啊在pmost transistor功耗会消耗掉啊一半的这个cv square啊 那呃有一半呢就存在这个capacitor啊 那当你gay output falling的时候呢 那这个capacitor的这个energy呢啊 二分之一cv square呢就经由n transistor啊消耗消耗在这个n transistor上面OK 啊所以每一次的这个transition呢啊大概就是消耗二分之一cv square 好 那这是一个全世界 所以整个power的dissipation呢啊 power switching 所以我们在算它整个power switching的话 因为你这个synchronous的design 你这个clock啊 在tackle 所以啊所以不会每一个clock你都有switching啊 所以这边有些字母不见了啊 所以事实上这边有一个alpha 就是所谓这边有这个称号就没有display出来 有一个alpha叫做activity factor 啊它意思就是说每一个clock cycle里面啊它会有activity 就是有transition的几率有多大啊 啊这叫做activity factor 所以当你频率f的时候呢真正effective的这个switching的频率呢啊 啊就是存在这个它会发生的这个activity的factor 好 那从这个switching current里面的这几项里面来看呢 我们怎么降低的它的power 从这个公式里面来看 第一个你可以降低alpha 啊就是它tackling的几率啊 降低的方法 那你可以有哪些计算技巧啊 我把它做clock gating 那clock是每一个cycle都在动嘛对不对 所以你把clock停掉 那当然就没有switching啊 那或者就是进入到slip mode OK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c要可以降低啊 c降低的话 你就是用小的transistor啊 或show one 我们刚才说那个capacity load 一个是gate嘛 对不对 我们是gate来的这个capacitor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coupling的这个wiring上面的机身电容 所以那这个有什么样来做呢 那当然我们就把side sizesync下来 对不对 把距离拉短 然后用比较小的transistor 所以当feature size 缩减下来 当transistor 这个wl 尤其是l降低下来 因为feature size降低就是把channel 编较short OK 好 Either把这transistor的driving降低下来 或是他的channel channel length 把它降低下来 好 所以从这公式里面大概你就有一些idea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 那另外一个当然把滴滴滴降下来 把滴滴下来 所以就表示说我design里面呢 可能有不同的 不同的voltage 背上说我需要怎么样的performance 所以可能有不同的operatingvoltage 所以这是一个factor 那再来当然是降低频率 降低频率 那降低频率就是 例如你可以想象说 假设我有performance的需求的话 我就把频率提升上来 那当你没有performance需求 我就把频率降下来 或者我的circuit部分呢 我的circuit部分有一些是 是需要highperformance 例如说CPU OK 所以我CPU跑比较高的频率 那例如说IO 其实是很慢的device 所以我不需要跟CPU 跑同样的频率 我就跑慢的频率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以今天的design来讲 我一块chip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clock domain 很多clock domain 那在chip里面呢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voltage domain 那每一个都是customize 它的workload的需求 那在这种configuration之下 这design变得很复杂 因为我的design最终 timing要收敛嘛 对不对 timing是很tricky的事情 对不对 尤其是有home time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跨过不同的频率呢 所以这design里面 彼此之间都有很多interface的信号 几乎彼此之间都有 然后大家又run在不同的频率 那频率呢 very likely很可能就是非同步的 所以你要处理这个所谓 会跨过clock domain的问题 ok 然后你又会跨过power domain 跨过power呢 这个power的这个 造成的delay又不一样 ok 那更惨的情形是呢 这power还不是fix的 不是说这固定跑衣服 这个固定跑0.8 它还不是fix 这voltage还会随着performance 一直在变 那一直在变 那那个delay怎么办 那delay不是也一直在变 对不对 那delay一直在变 你怎么去保证说 我最后 会整个系统timing还是可以work 所以问题就变得很复杂 变得很复杂 好 所以low power design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就基本上给你一个大概的picture 让你了解一下 这问题就复杂现在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ctivity factor 好 那这个这个基本上给你一个idea 就是说这个activity factor 到底是怎么算的 那 基本上假设你这信号就是一个clock 的话 它在一个周期里面有going high 有going low 那这个activity factor就是1 好 那假设这个一般我们都是synchronous design 对不对 clock起来呢 clock起来 然后他就做一次的switching 就这信号基本上在一个clock cycle 它一的是go high或go low ok 那这个activity factor就是2分之1 ok 好 那你今天是dynamic gate的话 像这个pure mmos的design 那一端是vdd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自广 ok 所以平常的时候他 假设他driving high的话 他就没有switching 对不对 那假如driving low的话 他就 就constant 或者是应该叫做precharge circuit 这个不是mmos 应该是叫做precharge circuit 所以当你transition完之后 他又要再precharge 所以说他每一个classcycle呢 要么他就是没有动作 不switching 要不然他就是 会做完之后 又会再做precharge 就有两次 所以他的这个平均起来的这个activity 是2 那in general来讲的话 我们的design来讲 typically大概是0.1 activity是0.1 好 那这件事情 其实在做large low power design large optimization的时候 是一个optimization考量的因素 举例来说 我今天是一个ngate的话 ok 那这个ngate 他这个信号 假设是0.5的probability 会trange的话 ok 那这边会trange的原因 的这个几率呢 其实还depend on另外一个信号 因为这个信号假设是0的话 even这是0.5 其实他也不会switching ok 所以这个gate 例如说假设是4个input能gate 4个input能gate 所以这个加坡 这个net 它tuggle的几率是多少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对于整个做optimization的话 例如说我今天有4根信号 ok 进来 到底这4根信号 我应该 选在 而且这个ABCD呢 每一个pin呢 它tuggle 造成外面switching 的这个power consumption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你怎么样去 就是当你考量到 这个activity factor的时候 每一个信号 它都有switching的probability probability 看它这个信号的前面逻辑是什么样的一个gate 所以它有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activity的factor ok 所以当你在做large optimization的时候 你怎么做signal的assignment 来降低这个activity factor 这是large synthesis 其实会考量的因素 就low power的signal的signal的signal 我这边大概给你一个简单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 就是我们后面呃 在讲dynamic circuit的时候 我会再再仔细看一下这个activity factor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show circuit power show circuit power 我们知道这个 tmos circuit 这个p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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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os ok 好 这个是你的input 然后这是你的output ok 所以说当你 这个 input呢 input呢 从这个 high到low input从high到low的时候 high到low的话 所以当你这个high 低于 低于一个 当你这个电压 低于这个vdd 减这个threshold的话 ok 所以你的那个pmos就turn on 啊 就说这边的这个电压 呃 低于这个vp 啊 thethreshold的话 所以你的这个呃 pmos就开始turn on ok 那呃 呃 其实在这个期间呢 这个nmos呢 啊 也是turn on的啊 直到nmos呢 低于vtn 啊 所以说对于pmos来讲 啊 对pmos来讲 哎 只要 低于vdd到vp呢 这段期间呢 啊 这段期间呢 哎 这个pmos 其实是turn on 不是完全shadow 你要是小于threshold的话 他才是shadow ok 那对于nmos来讲呢 你只要 大于vtn呢 哎 这个以上呢 就就 就turn 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间里面 也就是这个范围之类 啊 这个范围之类 其实你的pmos 跟nmos 是都导通的 只是导通的程度不一样 ok 所以你去看他的这个current啊 这个id呢 啊 这个turn的current呢 id呢 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curve 啊 在这个voltage的时候呢 p跟n都 基本上都呃 完全打开啊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peak的current 啊 有一个peak current 啊 那你到这 这一端呢 就是啊 这一端就是这个 呃 pmos 是关掉的 所以就没有这个vdd到vss 在这一端呢 啊 在这一端呢 啊 啊 就这一端呢 那这个 呃 就是这个 呃 nmos 是off 所以在这两端呢 就完全就不会有dc ok 但在这之间呢 哦 就会有一些dc current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show circuit current 的概念 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 欸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从这个这个来看的话 我们就单纯来看的话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面积可以减少 对不对 对不对 一个把这个面积减少 一个是把这个pick的这个current减少 对不对 好那你要把这个减少呢 那是表示什么 表示我的这个 这个input的这个switching time 要降低下来 我可能要是这样子的一个curve 对不对 这input 它的right time或full time 把它 真的更sharp一点 就是right time跟这个full time的时间缩短 所以你可以想像 欸这样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面积缩短 或者是我把这个pick的这个current把它降低下来 好大概show circuit 是这样子的情形 好那我们来看看 哪些因素会影响我的show circuit current 刚才我讲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show circuit current的peak 把它降低下来 那降低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eak current呢 就是当你transistor size大的时候 就driving比较强的 这个transistor呢 欸我的这个peak的show circuit current比较大 好 那另外呢 欸这一点可能比较counter 就是有点跟直觉不太合 ok decrease with low capacity 也就是说我外面的loading的capacitor 越大的话 我的show circuit current就越小 好那为什么 因为原先的功耗嘛 对不对这个tv square 那他这个一大半 当你这个loading呢 大的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current呢 大部分就走到外面的instit than loading ok 所以你的那个show circuit呢 current就减少 ok 好所以当外面都没有show 外面没有loading的话 没有loading的话 那基本上你每次switch的话 那就是 欸这个 就会有peak 这个show circuit current就很大 ok 好 那show circuit的 那我们来看整个show circuit的energy来讲 刚才这是energy 呃刚才讲的是current 那我们先讲energy energy就下面那块面积 啊那个面积 好那这面积来看的话 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嘛 对不对 就是假设你的right full time呢 增加也就是变得越来啊 switch的时候非常slow 非常slow的话 啊所以你刚才可以看到 那整个这个面积呢 啊就就就变大 啊所以我希望 欸我的input呢不能太慢 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做design的时候 你要是用一个很weak的driver driver很大的loading 或者是一个很weak的cell 走很长的线啊 他不仅说delay变大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他功耗小耗很大 啊因为他大部分呢 就停留在这个show circuit 客人的那个时间之类 所以我的design里面呢不能有 所以说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在我的design rule里面 在做synthesis的时候 然后会有一个 你可以下一些design concern 例如说maximum phone out 或是maximum loading 啊对每一个cell啊 每一个cell 你都有一个maximum loading 啊那主要是你在做 timing characterization的时候 是在这个range之类 做cariotization 一个因素是这个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假设你超过他maximum loading的话 他的这个show circuit current就很大 这个就对你的design很不低 ok好所以这个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的外面loading 很大的时候呢啊 啊呃你的show circuit啊会降低 这个其实是有一点conflict 啊这两个其实有 有点conflict 所以这边这两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是 是有点conflict啊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 底站缺到后面了 可以来看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把这个VDD呢 把它降低下来 假设VDD呢 是就是这两个thacial vp啊 vtp加上vpn 假设我的vdd是这样子的话 哎这个这个基本上呢 他就没有show circuit 对不对 因为你的电压呢 就是这个n-transistor 或者是p-transistor 那不会中间那一段 两个都on的状况 就当你电压一直降下来 但这个其实是 是不practical的事情 所以你的电压啊 除非就是说我的这个 呃 sacial voltage也要跟着 跟着降低下来 因为随着我的电 VDD降低下来 我的系统 conflict要提升的话 的做法就是把 把这两个也降低下来 好 所以这种 这种condition 基本上是 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show circuit power跟这个电容的关系啊 好 那从这个curve 这边要看的是 因为我的整个power 啊 total power是固定的啊 那这个这里面这个 并不是 呃 show circuit的power 是show circuit 对total power的比例 啊 的比例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呃 你原先的这个 呃 input的right time 啊 从3n-second到0.5n-second 啊 啊 就是当你的input呢 啊 把它变得更快的话 啊 那么 呃 我的这个show circuit 占的比例啊 power就降低下来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外面的loading 这个loading 所以当你这个 外面的loading越大的时候啊 增加的时候 我的这个show circuit呢 啊 所占的比例也降低下来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啊 就right time 刚刚谈到这个right time的问题啊 那这个是 所以当你这个right time啊 这个 呃 这是input的全值 这是output啊 OK 所以当你这个capacity啊 小的时候呢啊 啊 capacitor小的时候呢 所以他的这个 呃 这个energy呢 啊 是这样子的积分啊 然后当你slow的时候啊 会是这样子 我看 呃 output voltage 这个其实是 对啊 所以说当你这个把output的这个capacity load的增加的时候呢 啊 啊 那你的这个show circuit就会降低下来 啊 所以当你这个更更slow的话 OK 所以你这个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低下来 OK 啊 就会就会降低下来 所以就刚才就看到output loading呢 啊 增加的时候呢 你的show circuit的power 可以降低下来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curve 就是当你的feature size 啊 一支shrink下去的时候啊 那你的show circuit呢啊 power呢 所占的这个比例啊 所以说当你这个随着 你的proset一支shrink下去 啊 proset一支shrink下去 你这个show circuit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啊 啊 ok ok 好 所以这是 呃 process technology 啊改变 所以 summarize 啊我们可以看到说 呃 第一个show circuit呢 啊 就是每一次有transition的时候都会发生 啊那这边就 这个show circuit的design 像我们刚讲到这个input的right time啊 full time啊 啊跟我output的这个right time full time之间的关系 啊会影响我的show circuit 好 那么我们刚看到假设把input的transition time呢 啊降低下来呢 我show circuit呢 啊就是你变的inputshrp的话 我show circuit 啊的energy会降低下来 ok 所以说呃 这个gate的output transition呢 啊 啊 不应该比 这边很重要 就是不应该比这个什么 啊 input transition要快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做这个design的时候 啊 我们希望呢 input跟output的right time跟full time 基本上是balance 啊 基本上是balance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设我的design the right time 啊 input跟output的right time full time 啊假设是balance的状况之下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show circuit所上的power 大概是10% 大概是10% ok 所以一般来讲啊 一般来讲 假设是10%的话 我们大概 呃 一般就是说 你假设是很 properly 来design你的这个 呃 线路的driving 啊 的circuit的话 那这show circuit呢 我们一般会忽略掉啊 大概就呃 不太考虑 因为它大概小于10% 好 所以这个dynamic power consumption 啊这公司 基本上就 呃 有两个term啊啊 一个是这个switching的power 一个是show circuit的power ok 所以这边刚才看到啊 假设我的input的ramp time啊 假设是很小的话呢 那我的show circuit current 基本上就很小啊 所以一般我们在考虑 dynamic power的consumption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只考虑它的switching current 我们大概只考虑这一下 那这个基本上是小于10% 我们大概就呃 那你大概估计的时候啊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under一个assumption 我的design里面呢 就是没有overload的 啊 就是我在做这个design concern的时候 那个maximum分号 或maximum load 啊 这concern要meet的话 啊 所以它的input rise的时间呢 是比较短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show circuit power是低的啊 那我们基本上就 不太考虑这个show circuit 所以这个大概 最后summary 是这样子的情形 好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leakage power 那leakage power这边 呃有几个呃 观念大家了解一下啊 所以leakage power就是说 好 呃 我这个transistor没有办法完全 turn off 不管ptransistor ntransistor 各自呢 p跟n都没有办法完全的shut off 你只要 能够完全shut off 基本上就没有leakage current 因为就没有从VDD到VSS的pass ok 好那尤其是 假设你的VDD是在很低的voltage之下呢 那这个transistor就更难完全shut off 好所以这个就是leakage current 那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stand by leakage stand by leakage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activity 它其实是在stand by mode 但是有power apply VDD在那里 但是我没有在做动作 所以这种我们叫做stand by leakage 所以当你会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你在脑海里面要知道 它是circuit是idle 没有switching 那另外还有一个active leakage 所以说这就是说circuit是normal在function 其实一直在active 那这时候所造成的这个leakage 所以说当你在active switching的时候 它有switching的current power 也有leakage power同时存在 好 好 那这个leakage power有这几类 你大概晓得它是怎么样 一个最主要要考量的是叫做substratial leakage 这个是contribute最大的部分 那这个current呢 就直接是从这个drain到source 就是 这个drain端 到source端的这个current 就是这边的这个current 这叫做substratial leakage 然後再来一个就是gate leakage gate leakage 就是在从这里gate leakage 就从gate呢 经过oxide到substratial 或者是tunnery到这个drain或source端 那另外一个就是gate infused drain leakage 那这current呢 事实上是由这个gate到drain 就是这个current呢 从这个drain到substratial 是由于这个gate端 有这个voltage applied的时候呢 所以造成了drain到substrate之间的leakage 那再来一个就是reverse bios 的leakage 就所有的dial 虽然 就说在这个CMOS的制程中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p-wale n-wale 有很多n跟p junction的地方 那它基本上就是形成一个dial 那我们在apply这些 好我在上面的时候 基本上这些junction的dial都是reverse bios 都是reverse bios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dial的这个current的话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forward bios 那这边是reverse bios reverse bios 那reverse bios 其实也有reverse bios的current在 这主要是由于这个depletion reaching之间的这个electron跟hole之间 会recombine 产生出来 好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一个 所以在正常情况之下 我整个这个circuit里面都是 这些dial都是reverse bios 那even是reverse bios 其实也有这个junction造成的leakage ok 好那我们主要factor是前面这两项 其他的都都会小很多 好所以大概就这几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随着process shrink 这个process一直 shrink 那刚才讲的那几种leakage 他的contribution是怎样 在过去来讲 我们用的是几micron的这个process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channel 是所谓long channel的case之下 在那个时代呢 我们完全基本上不考虑leakage 完全不考虑leakage 那也很小 所以当你这个 到这个 这个 这个0.18 變越來越薄 那越來越薄很多就有 tunneling effect 所以它的這個 厚 electron就會 會tunnel度 所以造成leakage 那主要就是當你這個 oxide的這個厚度變薄的時候 這時候leakage gate leakage就慢慢出來 OK 然後在你持續的sync下 後面又加上了這個 bend to bend bend to bend tunnel的leakage 就產生出來 所以大概 它的這個 幾個這個leakage power的component 隨著process眼鏡 它擔演的角色也隨著改變 那我們這邊要探討的 就是你們大概要了解一下 這些leakage 到底有哪些component contribute這些leakage 這個大概 這裡面會有很多數學士 很多process的 這些東西 但你最後只需要capture 一個重要的觀念 也就是說這些leakage current 它dominant factor是什麼 這個你要知道 所以在做design的時候 你有一些有些感覺 好 所以我們剛才講 substratial current 就是造成說 這個 這個cmos gate 沒有完全的turn off p跟n沒有完全turn off 沒有完全turn off 所以你就直接有 從drain到source 鑽到source 鑽到source 也就是說會有VDD到VSS的leakage 那平常在off的state 所以你的gate to source 都會小於這個threshold voltage 但是就是diffusion 這些minority carrier 會經過這個channel 會從drain到source 會發生 那我們來看它的equation在這裡 OK 那它的substratial的current 它是expansion 就是指數 就是expansion dependent on什麼 dependent on gate to source voltage VTS 跟你的threshold voltage 跟你的threshold voltage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equation裡面 所以當你這個VTH 然後我們在之前有談到過 所謂的body effect body effect body effect body effect基本上就是 你這個n ok 那這個就是你的source段 那source段是接到广 然後這是gate段 gate 然後這是你的substrat substrat 這substrat就是我們這邊所謂的body ok 所以我們可以去 還記得我們前面談到這個body effect 就是我去control control這個substrat的這邊 假設我這邊 可以去這個terminal呢 我可以去adjust它的voltage ok 所以當我把substrat的voltage 往下降的時候呢 我同時呢 把VTH呢 就提升上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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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 就是降低這個VGS 或者是將這個VTH threshold增加 你可以threshold 因為這減號在這裡 所以threshold增加的話呢 整個這個term就降低下來 所以你的這個 subthreshold current 就降低下來 ok 所以在這裡面有幾個factor 來影響我的substratial current 因為這個leakage 是最大項 最大項 我們最最 有很多的那個 circuit design的techniques 主要是來降低這個substratial current 那這substratial current公式在這裡 那這公式裡面其實有兩個factor 兩個factor 在這裡面 因為當然是這一個啦 W跟L 這個當然你的transistor channel越來越小 當然substratial current越來越大 L對不對 那或者transistor越來越大 W越來越大 那你的substratial current呢 也越來越大 ok 好 那我們真正circuit來control 就是這邊兩個 一個呢 我就control這個threshold 那這個threshold 我可以利用body effect 去調這個substrat這個terminal body這個terminal的電壓 我可以調整這裡的電壓 當你的電壓降低的時候 你的那個VTH就增高 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調整S端的電壓 就是control這個VGS 因為這個Gate 是0或1碼固定的電壓 那這個 當你是0的時候 ok 0的時候 所以我可以調整這個S的電壓 sauce端的電壓 那sauce端的電壓就影響到VGS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後面在講static power reduction用到的底戰技巧 利用body effect 或是利用stacking effect 這個S端叫做stacking 我們後面會看到stacking的effect 來調整這個S端的電壓 那body effect就是control這個body 就是substrate這邊的電壓 好那我們在後面會有看到對應的這個circuit design的一些提供 那你這邊大概有一個觀念 所以 好 所以這個叫做substratial current 然後再來看gate leakage gate leakage 好 好 那這個 主要就是 它發生的就是 由於這個 current 就是 隨著這個gate的oxide 我們剛剛知道 process sink下來嘛 對不對 channel當然變短 那上面的那個gate oxide也要變得越來越薄 變越來越薄 好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造成的tunneling的current也就增加 因為變得非常非常薄 這個可能只有幾micron的距離 所以很多的這個 這個electron hole 它就會直接tunnel through 所以造成了這個potential的drop ok 那這邊有幾個發生的原因 一個就是我在manufacturer的時候 這個gate 跟這個gen跟source的這個division layer會有overlap 會有overlap 那這個overlap呢 當transistor off的時候呢 這個overlap的current 這個叫做 這個overlap的這個到gate到source overlap 或gate到gen端的overlap ok 那還有一個就是 當你這個transistor turn on的時候呢 這個gate到channel之間 gate到channel之間呢 它可能會到這個source端或到圈端 所以有這個gate的這個channel到source的current 或者是到圈端的current ok 那還有一個就是直接到substrate 那到substrate這個是可以忽略掉 那overlap的current 就是當transistor turn off的時候呢 這個overlap的這個tunnel的這個current 是主要的 當transistor turn on的時候呢 這個到channel之間的這個current 所以到source跟圈端 是主要的因素 所以這個屬於gate leakage 然後另外我們剛剛談到這個reverse bios reverse bios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IC製程裡面 所有的這個p跟njunction的地方 當你這個reverse 它的power supply都會造成這個junction 都是reverse bios 但是reverse bios 本身會有就有一個leakage 那這個leakage主要是 跟你的junction area有關係 那你知道隨著process shrink下來 這個周邊的這個面積 當然也跟著sync下來 那但是這個我們這個到300款 因為performance的因素呢 所以我們的doping濃度都會增加 增加的話 也會造成這個reverse bios的客輪的增加 OK 所以這個是 但這些factor就比較小 這個就沒有剛才前面兩項 這是主要的 OK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dynamic跟這個steady power之間的conflict 所以 我們為了要降低power 為了降低power 所以我們的voltage一直降低下來 但是當然一個因素就是 因為process一直shrink 對不對一直shrink 你能夠tolerate 這個supply voltage也降低 因為那個gate asset變得越來越高 所以基於這個因素 所以我也不得不把我的supply voltage 降低下來 那supply voltage降低下來呢 你就影響你的performance 對不對 那當然有幫助於你的dynamic power OK 但是呢 performance降低下來 performance降低下來 所以沒辦法 所以我的stratial要跟著降低下來 OK 但是stratial 降低下來的話呢 就造成了exponential的increase in leakage power OK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conflict 就是我在降低dynamic power的時候呢 但是我的這個steady power 力氣力 power其實也一直增加 當然 所以就造成說 所以我試著把dynamic power降低 但是我的steady leakage也增加上來 OK 所以你真正 你真正total的power會是怎麼樣 所以你怎麼找到一個optimize的時間點 當然 你要apply很多這個design的技巧 不要被這個conflict 想辦法在這個conflict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你在design的時候就是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物理上面 他們彼此之間的這些 這些互相影響的因素在這裡 然後試著去考慮 考慮我系統運作的context 他到底在什麼樣的狀況下運作 然後找到你最neach 最好的一個空能 把這個dynamic power跟這個 就降低這個conflict的程度 在dynamic跟steady power 都得到最佳化的 結合起來 很辦起來得到最佳化的一個結果 就試著找到一個 design點 達到最低的系統的power 好 那我們後面就在講這些design的技巧 好 所以這個我就把basic的一些idea 大概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 有一個大概的idea 好的 那我們這邊 就 我就請正祥講一下這個lab4 呃 他 過去 去一站 去一站